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呛呛三人行 今天这个指安老师来啊 这个有贵干啊 因为也是发生了一些一些 一个跟你们文学界有关系的事情啊 就冰心这孙子啊 他这个目的啊 算是达到了 他这个孙子啊 叫叫吴山 知道最近的事儿吧 在爷爷奶奶墓碑上涂着这个妻 就说他们教子无方 我说还见过骂自个儿的 后来我仔细一看 他不是说他是孙子 他说的是他爹 就是说 我为什么说他达到效果了呢 他的效果不外乎 就是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的离婚的纠纷 他想最后他没有办法 最后想他打过官司啊 六年 他败宿了 就是他要求财产分割 败宿有这么个事 不止败宿一次好像是 然后就用这种方法想引起这个大家注意 对 这跟很多拆迁户也没有什么两样 对吧 就是你得用某种方法 哎 他们家正好有一个可借利用的资源 名人资源 但是这名人呢 已经在图里了 但是在图里呢 也可以利用 对吧 我在你的杯上写一把 这就火了 我们今天讲他就是也是帮他达到目的了 是不是 我愿意给这些肋骨诸葳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问题啊 其中都有很多方面的这个角度 你比方说其实我倒挺有感触 就是说他这个无珊的母亲呢 叫陈灵霞 他母亲说了说 我不知道我儿子干这个事情 我也不同意他干这个事情 可是这个离婚学老师跟你讲 是也是一个咱们现在千家万户的离婚 不是 不是千家万户都离婚啊 就是说确实是这个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 怎么问题呢 你看这讲这个故事啊 就是说陈灵霞说我不愿意离婚 他说我跟冰心这儿子就吴平吧 吴平 他说我们一起生活40多年 就是说我今天首先想办一个家庭法庭 对吧 咱们就说说这个事 说我跟吴平一起生活40多年 生儿育女 他却一走了之 五六年只在法庭上见过他 他的生日 他的父亲节 我总是叮嘱儿女发短信问候他 但是后来他手机都不通了 我这辈子没有图他的什么财产 结婚40年都是住的我单位分的房子 我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就是说我就不想离婚 这种叙述很熟悉 特别是不熟悉的这种叙述 听起来 你就真觉得这里边设计一个要不要维护 所谓结婚姻 你比如说我这么说吧 现在如果是你自己的朋友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要离婚 我们是什么态度 中国人的习惯是劝何不去 但是最后吃苦的是当事人 当时别人都念别人 我们都推切责任 别人没本来也没有责任 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这个就是冰心这个孙子的这个 这个举动吧 我觉得这里边就当现在大家都都说他不好 其实呢 他自己说一句话我也同意 他这是无奈之举 啊 我觉得不是不是多词一句 是属于无奈这种人有差异 那无奈了又怎么着呢 不是 就是他这个 就是说我觉得这里边咱们细计分析这个事 他里边有有有有这么几点 我觉得是还是有有可分析之处 对 第一点呢 他还是把这个事 还是把他们这个家这个事情当回事 对 他没上别人家目的上能不能 有好多拆钱户 比如说有好多人不满对社会或者不满 确实有比如说有什么原因 他他他他他这迁怒于别人 他这没还是这冰心至少还是他们家的系统 我觉得他还没有超出这个系统 就这个在这个举动虽然是是不当啊 或者是不良 但是他还是在以这个家为基本单位 我不是你你你你 我觉得 就是这个家的观念还是很很强 就是我还是还是我 虽然我把我们家的事 在这家庭里边把他我们家是弄成一个社会 但是 维护他妈妈 他跟远 他还他还是围绕着家里 这算维护吗 他那个都洗不掉了 他不是 他不是 他这是第一件事 我觉得是 第二特别好玩是 他往他爷爷奶奶的墓上写字 说他爷爷奶奶教子无方 是不是有这方 对对对对 就是他还寄希望于教育 嘿 寄希望于此人的教育 不是 就是当年就是追责于教育 是不是这么可以说吧 就说这个认为是教育又不出问题了 我觉得这还是挺 就这人的 还是个文化世家 在这人的观念两个 第一个他家庭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没错 就我爹家教出了问题 还真 归结一些两句 一句是吗 教子无方 还有一句是什么 他他 他妄为什么什么什么 妄为人父 妄为人父 妄为什么 反正就类似这样 就是他还是就说认为这个 在他们家的教育系统里边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你想这还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 我们可以理解吧 或者至少可以体会吧 这里边有点意思吧 当然你知道 所以为什么这些八卦就严重不靠谱 就是说就是你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事情一进了家门 那真是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永远都说不清楚 你怎么知道真的 你比如说冰心他们家女婿又出来了 要批评这份文 就是这个就变这个吴山 吴山 那么他们就说 他是因为法院判的什么财产分割 对对对 才这样 你看这事要一公开聊啊 这个人们根据得到的信息啊 分分钟就在改变对这个人的印象 可实际上呢 都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我 你说 这事严格说 就是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事真的是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那被想咱俩聊了 其实他有事 唯一有关系是因为他是往 他是这个冰心跟咱们隐隐约约有点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对 就是只有这么点关系 如果说比如说这人是一个 他爷爷比如说他不是冰心的孙子 另外一个人的孙子 往他爷爷抹字 你根本也不会报道吧 但是我这么来说啊 你说的是你的文学史上的这个角度 因为跟冰心扯上关系 但我说的是啊 很多这个八卦 他讲出来一个虚假的剧本 一个虚假的故事 当事人真实的事 那完全咱不能相信的 但是问题在于 他营造了一个虚假的剧本以后啊 这个虚假的剧本 就成了一个伦理剧的话题 而这个话题啊 有的时候是值得感触的 你比如说我看了这个啊 我就一下子想起类似的很多事 我为什么想问问你们怎么看呢 就好比说夫妻俩结婚几十年 老婆没有什么错 一个贤妻良母 老公呢 那就是这样 到有一天老公可能找了别人了 那就要离婚 老婆就是死是不愿意离婚 那么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裁判 是说老公不道德吗 就说你们不应该离婚吗 但是不理又怎么样 你我不知道你对这种事 有没有什么感想 法律上是怎么样的 假如一方坚决提出离婚 他就离婚了是不是 过去是不行 过去我记得那就是一方 朋友就不能离婚 以前曾经 他太太可以去找领导 领导就找他 以前不是就是一方面不同 后来好像婚姻法改了 这个就就我也没得经验 我也不我身上也不知道 你没离过是吧 我离过 但是但是我离是吧 我离的那时候 你为什么离 不是 这个 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 所以不能咱们不能学这谁吧 所以咱们就不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最大人的事人自个儿也说了 这吴山人说家丑不可外扬 我违反这事儿 这还不外扬啊 不是他不是他就说他外扬了 他违反了家丑不可外扬 对啊 所以我呢是没有丑 但是也不外扬 家事儿呢 所以就是中国人本来有这么一个观念 就是为什么他这事儿特别中国人急呢 就是自个儿家的事 你弄成一个外边的事儿 所以这可是呢 自己家事儿呢 现在呢 在这现在这法治的时候 他就得弄成外面事儿 你知道我是又想起 我前一阵看那个 季献林的那个儿子 写的那本书 我也很有感触 就是很多中国老一代的这种知识分子 那就是说没有爱情 甚至都没有夫妻 都没有什么情分 就是一回到家里啊 都可以对这个老婆冷冰冰的 长期其实在室内分居了 早就不 那但是呢 要维持这个家庭 我想问的就是 这有意义吗 还是说 这就看你 你是情与爱没了 那你恩与义 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 因为人生有各种不同的 感情有各种不同的伦理性质吗 这还得看是什么人 名人 比如说 有社会责任感的 或者就是给社会上有影响的人 那就不一样 那这美国也是这样 名人就得注意点 不是 美国也是这样 那肯尼迪夫人找了这希腊船王 不是大家也非常愤怒吗 愤怒 当然不乐 也是有人觉得失望啊 为什么 肯尼迪 肯尼迪刚死 对啊 你肯尼迪死了以后 肯尼迪夫人这个 这个这这这大家觉得特够 然后他就找了希腊船王了 这不是当时也有一个舆论的一个哗然吗 啊 所以我觉得这事就是你这个公众人物 你担着这事 你就你就不能 就是就不能就不能够怎么说呢 不能为所欲为 那如果是低一点人呢 这不是低 就是说这个没那么大名 没他就可能就就这个就对社会对你要求就不一样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姬献林这都属于他有时候他这现在我估计就是这个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家族比较大 家人比较多他可能就这个就比较难办 如果是这家族就这俩人他就比较好办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有没有这么区别呢 徐老师 你听明白他说 我说的对 不是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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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在去广告 不能跟这个知识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 你说的这种老夫老妻该不该离婚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但是就这件事情来说呢我们之所以关心还是因为冰心 对的确是因为冰心 那冰心这个事情呢我是两个感受 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拼爹 就是这个作家的子女啊文化名人的子女啊 就是享用上一辈的这个财富啊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有的是你在的时候你出名了那我也跟着出名 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作家在或者是不在的时候呢 这个子女就变成了他的研究会的什么副会长啦 垄断了他的书籍啦什么什么 你要批评他就不让啦 因为我我我以前讲过这个矛盾 日本有个专家研究矛盾在日本有个情人 他那个论文在国内就不被接受 因为这个孔德子就不赞成 所以这个是另一种捍卫作家 现在呢出现了第三种 就是说你还是在继续使用你父母的这个 甚至祖先的这个名声 祖上的余音 再用他来为你今天的 不管你合理不合理的愤怒你来宣泄 这样的愤怒是很多人的 可是你有这个祖母可以给你这样来图 深刻 深刻 这是拼爹之另一种形式 对另一种形式叫拼奶奶 但这也有限度吧 对 但那为什么拼到冰心那里叫我们特别引人注目呢 这个我们做文学史都知道 对 这在一开始的时候 整个中国在民国刚开始的时候 清末这个时候 社会非常乱 两种基本的解决方法 你要看冰心有个小说叫超人 他描写了一个 写过超人 写过一个小说叫超人 写过一个人呢 就是讲一个男的把世界事情都看得很穿 很恨 看穿世界虚无主义 但是呢 后来小孩的哭声 对不对 一点温情的东西感动了他